看完这套由庄文强监制 潘耀明导演的《别叫我赌神》 想完又想 都想不通过故事 和赌神这两个字有什么关系 看回之了 这部戏原本是叫《嬌阳岁月》 或者影片相见不够得出 于是在电影故事涉及到赌博下 借用了主演者周润发 很久前的经典电影角色 来创作出现在这个片名 直指去吸引更多观众 关注到这部中港合拍片 但是这样去消费到神 不多不少给人有误度的感觉 都不如改成别叫我赌鬼 那不是更加贴合故事内容吗 本片故事和电影《赌神丁》 那么多关系都没有 话说由周润发飾演的吴光辉 和两名老友 在澳门经营一间发型屋 公寓时间常去赌场榴莲消遣 印号赌城盛 搞到负债累累 有一天由袁泳尔饰演的旧情人 李直突然找上门 用口筹请求光辉 看着他们的儿子 由阿伟林饰演的李洋 一个月时间 正为还债苦恼的光辉 在半信半疑下 因然答应了 但是光辉怎样都猜不到 这个突如其来的自闭年轻 竟令自己虽无可虽的人生 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打从预告片去看 即使不会令人以为是出到片 但是也会觉得 赌博这个元素会占很大比重 但是最终真正涉猎到这件事的 其实只限于电影前半部 从初段男主角在赌场内 倾家荡产 债主临门 到他个儿子的出现 令他在赌台上赢花不少 令不者几期待片剧 在往后会怎样透过这方面的游走 容易倒制倒 去抱出一个将人生导回正轨的故事 但是跟着却不风一转 实质性的赌博没了 换来只是男主角 赌自己能独力看着个儿子 女主角打倒光辉 他会善待自己个儿子的模型赌注就这么多 结果看起来 即使抽起赌博这个元素 拿其他不良嗜好来替代 比如嫖、饮、吹、吹 对往后的故事 都是能够以相同方向发展下去的 若果只是以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来说 从主人公怎样由一位烂倒鬼 转变成好老豆的过程 当中都不是捨得完美无缺 剧情初段 确有落力去描绘他怎样士道如名 但就从无交代 是什么因由搞到他变成这样的样 令观众未能好好理解他的内心世界 以至后来他弃倒重量的转变 已安排得太过浅薄和急速 单单为了要全力照顾个儿子 就船积洗心革面 实在没什么说服力 特别是片中既定性他为病态赌徒 戒倒的过程总不会那么轻松 没什么任何心理和行为上的挣扎 尤其是当中说到 他拉起个儿子去赌钱可以赢到开行 这样的天赐良机 又怎会轻易放开这棵摇前树 不为自己离个大翻身呢 就是这样 在角色的塑造不够到位下 全个人生转变的心路历程 都编排得太过顺理成章 看起来都挺粗糙 赌博这个元素 其实不过是本片的配菜 描写一对父子关系 只是本故事的重点 但身看突然得止的故事 近此是手足情味了Rainman的父子版本 也令人想到是将法歌的另一经典 阿郎的故事离个变调 在剧情只是聚焦辉扬两父子的互动相处 没有其他多余之节下 编度在亲情方面的刻画都算吸力 观众可清晰看到男主角怎么样 将个儿子慢慢融入到自己的生活之中 父子间的基本从简至深 并且陆续堆叠 直至后段连接着母亲一角 令情感更昇华 却是成功做出打动人心的效果 而看到故事尾段 吴难发现 好像是为主角周人发去度身订造那样 据报道说 他已故的父亲 旧时 也好像本片的男主角一样 同样好到 而片剧庄文强曾透露 法哥看过故事之后 就爱不惜手 不理当中 有多少是受这个影响 但他的难倒爸爸演出 确是很有感染力 而在和袁泳仪 不多的对手戏之中 也带动到对方演得入目三分 至于其他演员 阿维林扮演的轻度自闭症患者 看起来难度不高 而方中信演的欧巴教师 近乎是父子两角之间的中间人 表现确是要被子在片中 负责插科打运的白纸 和了启智吸眼球得多 至于按字杰饰演 尤致周卓华般的 赌业界大人物 但是片中就没有交代过他的法迹史 纯粹是个负责感恩淘宝的工具人 来个总结 本片讲不上 是以赌片来包装的亲情片 赌在片里面 只是足使到主角成为一名烂人 那么多多 换成其他负面人格设定 热无损故事的内核 若是能够将剧情 没断涌场的跑步部分浓缩一点 拨多些蝙蝠去仔细讲下 戒倒路上的不容易 估计整体效果会不同了 而现在得靠发歌的个人魅力 和演出乐力 尼背负起这个老土得尼 又没有什么亮点 好像童话这样的故事 实在辛苦了 快将七十的他 要拍到头都被拨穿 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与点栏目